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控球后卫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和大局观 这个视频是给所有人看的 因为现在这个篮球时代,位置这个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所有人都应该去可以去打所有位置 这样你作为一个人类打球者,你才算一个完整的人 那么第一点,控球后卫应该有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是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就是你在进攻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得分,什么是得分? 得分就是把篮球装进篮筐里 无论是通过你自己还是通过你的队友都是一样的 你自己得分是得分,你通过队友得分 等于是你通过你的另一个手进行得分 这是基本原则,基本概念 你想的一定是得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的理念跟很多其他人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就是你作为控球后卫 你一定要有自己本身是一个威胁 你要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这样你的对手才会尊重你 才会忌惮你 才会重视你 才会去进行协访 那么这个时候局面就会打开 你就可以进行传球助攻 这样就会有非常空位,非常明显的队友 这样球就会打得更简单 因为我们尽可能是要把球往简单了打 简单,所有人都喜欢 简单实用 还有就是省体力 第三点就是你作为控球后卫 你作为一个后卫 你作为一个打篮球的人 你一定要学会去打挡拆 因为挡拆是任何时期 占比都非常重的一个战术配合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挡拆这个事情 进攻端需要两个人 防守端会牵制两个人来防 但是两个人防挡拆 在不换防的情况下 在对面还有篮的情况下 是非常难防的 两个人是几乎没法去防挡拆的 那么你五打五就会牵制到 弱侧的其他人去进行协访 第三个人来进行协访 第四个人来进行协访 也就意味着进攻端的弱侧 会有人是空位 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控球后卫 你就要有能力去把球 通过对面是怎么防守轮转的 你把球给到空位的点 可以是挡拆人 可以是弱侧的第三点 可以是第四点 也可以是第五点 也可以是你自己 你可以把球传给你的队友 同时你也有能力把球传给篮筐 所以挡拆非常重要 因为挡拆你这样打好了以后 你能够带动整个团队 让整个球队所有人都融入在你的战术体系之下 挡拆非常重要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你打篮球打快攻 你作为控球后卫 在后场拿到了球 这个时候队友在快下 在跑快攻 你要有能力 及时发动攻防转换 把球长传 传给你的队友 作为控球后卫 你在后场拿到球 第一是抬头看 看机会 第二是有机会的话 传球 第三你看完了 传不了才是运球 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是本末倒置 队友都跑了 自己还在这运 结果会导致什么 导致是队友也没有下快攻的意识了 他们也觉得自己跑那么努力 得不到奖励 那就不下快攻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浪费很多简单的 轻松的快攻机会 因为我们的宗旨 还是要得分 简单得分 有效得分 效率要高 第五点 打阵地战的时候 你要有足够好的能力 及时发现错位的队友 错位的防守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match up 非常好的一个队位 就是对面那个人完全很明显的防不住那个队友 那你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球给到他 那么这种情况会出现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大打小 小打大 对面的后卫在防我们的高个儿 我们的这个 小个儿正在被对面的大个儿防 这种错位机会 你作为控球后卫 要及时发现看到 并把球给到他们 然后让他们去打 往简单了打 简单实用 对 先进这些简单的球 难度高的球 体力省下来的后 再去打那些难度高的球 第六点 就是在需要的时候 你作为控球后卫 你就是球场上的教练 你要有足够 强的掌控力 去指挥队友怎么去站位 因为你拿着球 队友如果全就是站的一塌糊涂 完全没有空间概念的话 你要告诉他们 谁站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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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队友要听你的 那么这个前提是 你自己是一个 pretty good player 挺厉害的一个人 打连防怎么站 你要告诉他们怎么站 打人防 比如说我想打这边 里面站着一个内线 我想往里面拖 你让他走开 对 比如说什么时候打挡拆 什么时候不要打挡拆 不是说挡拆一过来 你就非得用 什么时候叫你的队友 去进行一些无球挡 用你觉得效率最高的方式 去打这个球 掌控力 指挥能力 非常重要 第七点 是你的战术执行能力 因为在你打一些 水平比较高的比赛的时候 有教练 有战术 教练会让你跑战术 你作为控球后卫 你要有能力 把球运到某个点 传到某个人 然后去进行跑位 然后在一定程度上 还回到第六点 要学会指挥 那我们现在讲第八点 第八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作为控球后卫 你要有随机应变能力 因为篮球场是一个 瞬息万变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比如说教练让你跑一个战术 然后这个时候 防守人的这个策略和防守方法 完全就是这个战术 就没法跑 那么你在场上怎么办 你要学会随机应变 你要学会去用你的能力 制造属于你的进攻体系 然后去进球 无论是通过你自己进球也好 还是通过你的队友进球也好 随机应变 一定不能像机器人一样 第十点 建立在你能够保证进攻效率的前提下 把球让每一个人都摸到 让每一个队友都有参与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排除 有些特定场合 特定情况下 为了赢球 为了保证进球的效率 你这个球不能给到某些人 这因为这是确实会发生的 我们实话实说 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去沟通 因为你作为控球后卫 或者你作为一个整体 一个团队 你还是要尽可能去最大化 每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 因为篮球毕竟是团队运动 如果五个人 你们球队里所有人都能发出一份力 而且每个人都很积极 每个人都有参与感 每个人都能得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进攻的效率 得分效率会自然而然的得到保证 甚至会得到加持的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 一个出色的控球后卫 就一定能够找到 这个属于这个球队的平衡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最后呢 欢迎大家购买我的篮球训练计划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